各位好,我今天参与项目的名称叫做Block Contract Block Contract是一个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以及公开等特性做的一个合同平台 然后呢在这个平台上面呢,用户可以去创建一份合同 然后把这份合同呢发给需要签约的双方 然后签约双方呢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完成签字 然后完成签字之后呢,会在链上创建一条,创建一个asset 然后完成整个的签约,整个的合同的签署 主要的功能呢,刚才我大概描述了一下 就是首先可以创建一个合同 然后是给需要签合同的双方发邮件 然后在邮件里引导双方来到在那个这个合同平台上 完成整个的签约 然后呢我演示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页面 页面首页呢是需要用户登录 用户登录需要我们的apt钱包 然后我这边先用钱包扫一下二维码 扫完码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来到了这个平台的首页 这个首页呢,右上角有主页创建contract 以及个人资料的链接 然后呢我们可以,这个这边的creditcontract on blockchain和creditcontract是一样的 我们这边呢,点击creditcontract on blockchain 可以进到,可以 会进到一个创建合同的页面 这边呢需要填写合同内容以及减要的信息 还有需要签署合同的邮箱 我这边呢为了演示 准备了一个合同的例子 我把这个粘过来 这个合同呢,就是一个房屋租赁的合同 这边呢,那我就写个房屋租赁 然后呢,下面呢需要填双方的邮箱 为了时间关系 我这边先填一个 就是当前我登录这个平台的用户 这样的话,待会我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平台上完成签约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填一些一个发送邮件的用户 这个时候呢,在这两个邮箱里面都可以收到一封邮件 我这边点击创建 创建完成之后,我们可以查看一下邮箱 稍等,可能有点卡 我们看这边已经创建好了 创建好了之后 因为我刚才填写的这个邮箱呢 是我当前登录的用户 所以呢,我可以直接在这个平台上完成签约 然后呢,我们就先用这个用户 先把这个用户的签字给签一下 然后签字的时候呢,同样需要用到apt 钱包 然后呢,在钱包上完成授权之后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边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sign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file里面看到这个状态 不好意思,点错了 它的status还是未完成的状态 因为现在只有一个用户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再去另外一个用户 这个时候呢,我在另外我的邮箱里呢 会收到一封邮件 就是在这个qq.com的邮箱 稍等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到这封就是刚才发的邮件 房屋租赁的这一封 然后这个时候我点击这个按钮 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用户 因为另外一个用户 同样需要先登录到平台才能完成签约 所以这个时候我用另外一个 我用另外一个那个钱包完成登录 然后稍等一下 好,这边是另外一个用户 就是这个 好,我们看现在这个已经可以签约了 然后这个时候 点击一下sign contract 点击完成 然后这个时候需要用钱包去签字 钱包签完字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 合同的状态已经变成了signed 双方都已经signed之后 合同的这边的tag也变成了signed 然后signed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file里面的signed的一个状态 然后啊,这是就是那个QQ箱的用户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详情的时候 有一个 inspect contract entrain 就是在链上去查看这个合同 这个是在双方完成签约之后呢 会创建 会在链上创建一个asset 啊 然后呢 我们稍微等一下 链上的数据可能会比较慢一些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asset 然后这是刚才那个transaction 我们可以看到数据里面包含了双方用户的签名 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双方的签签约 然后如果需要有验证的话 可以直接去链上去交验 然后这个就是项目的主要的流程 当然因为时间问题可能有一些细节做的还不是很好 但是大概的项目思路就是这样的 谢谢各位 我的演示就是这些